吳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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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集 效果做太多了 哈囉大家好 我是不專業開箱老闆 那 很開心今天又來到我們不專業開箱系列的影片 那我們今天也是來吃 SEVEN的 冰品 那其實他已經不是算最新的 已經出一陣子 不過 我還是想吃 OK 那我們先來吃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 生有果汁果實冰 葡桃口味 他上面有風 就是有標一個 颶風 所以他應該是颶風葡桃 他應該很猛 給大家看一下 沒有 你看我這個怎麼吃啊 這個怎麼吃啊 應該也是要這樣子挖啦 是挖多一點 吃冰 吃冰就是要豪邁 不要怕頭痛 對不對 一口給他下 他吃起來 他吃起來 就葡桃味真的 還蠻好吃的 然後 你不管是用咬的 還是放在口中讓它融化 都很爽耶 再來是他的設計 其實蠻酷的 他就是這樣一顆一顆的 他就是一顆一顆的 讓人家感覺好像是 我真的在吃不到 好像是那種冷凍的弄的 然後 他上面有寫說 他果汁含量80% 果汁中其中 巨峰葡桃的含量 是64% 那我剛剛是這樣子吃 應該是 沒有騙人 因為他葡桃味道 真的 蠻重的 而且 算蠻新鮮的 也就是說什麼都吃了 然後下去 哇 64%超帥 我還要吃慘 所以 一到十分 我可以給他 8分 再來是 小美的 鑽石冰 然後這是可樂檸檬口味 可樂檸檬 其實應該要講檸檬可樂 因為 像在外面買飲料 那種 手搖杯也不會講說 可樂檸檬 就是檸檬擺在前面 然後檸檬可樂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他叫檸檬可樂 可樂檸檬 因為他可樂很多 檸檬就贏了 他有可樂味 然後又有一點點檸檬的味道 但是 講白一點太淡了 真的太淡了 他可樂味既不濃 檸檬味也不突出 我覺得檸檬味不突出的關係 可能就是他放一片檸檬在上面 可樂味不濃的話 我覺得有點太一概 畢竟你都已經主打 可樂檸檬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喝起來 把這個吃起來 這個是 真的是不行 我覺得是 失敗怎麼失敗 那如果1到10分 我要給他一個分數的話呢 5分吧 再來是 一樣是小美鑽石兵 請問過口味 剛剛被那個可樂檸檬搞得 讓我絕對這個鑽石兵沒什麼興趣 那打開來說 他 不知道鏡頭看不看得到 他下面一層是鑽石兵 上面有一層 他們可知把情恩果打成情恩果泥 然後直接鋪在上面 那剛剛我打開的時候 因為他有點噴汁 我細了一口氣都蠻酸的 我突然對他心情大增 有點打破剛剛鑽石兵的感覺 所以我迫不期待填他一口 剛吸了一口 酸酸甜甜的 但是我還沒有吃到 那個情恩果的味道 所以 我應該初步可以判定 上面這個泥應該是情恩果 對上面真的是情恩果 他鑽石兵 酸酸甜甜 剛剛說過 但是你挖他的情恩果泥 再配他的鑽石兵 我覺得是一個蠻好的搭配 冰冰 冰冰 涼涼 然後酸酸甜 然後又有情恩果的味道 讚 那一到十分的話 我可以給這個 八粉 因為他的鑽石兵真的也不錯 然後最後一個是 黑松莎士 一直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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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給大家看 他就是 黑松莎士的 那個 顏色 小時候來說 大家應該對我做過這種鑽石 就把黑松莎士 丟到人的褲米去冰 然後拿出來吃 應該有這種人 我記得那是我 國中國小做的事情 然後那時候我吃 真的覺得很棒 也是真的有這種 一直跳 一直跳的感覺 我真的覺得 我這樣一直抖 有點累 我好像老了 廢話不多說 先吃一口再說 再擠 效果做太多了 好慘喔 讓我喘一下 剛剛吃了 他 不要再跳了 嚇死 他剛剛 我剛剛吃 他 沙士味道 吃起來 蠻爽的 聞起來也很香 那他裡面有一顆一顆白白的東西 他這個是跳跳糖 一開始其實是有點快出來 你稍微咬了一下 靜置口中 兩到三秒 他就給你一直跳 跳到你懷疑認真 覺得這個還蠻 蠻新奇的耶 在黑洞大師的臂裡面 裝標跳跳糖 然後來詮釋他那種氣道的感覺 一到十分的話 我可能也只能給他7分 比剛剛巨龍舞蹈跟 其能果的那個鑽石巨台說 我覺得他稍微遜色而已 好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幫我按個讚 幫我按個DK 我是阿花 大家掰掰 來吧 來吧